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來聊聊公主祭典池裡面的角色兌換的優先順序 以及公主可可蘿見不見意蹲一個月等公主優衣池再一起抽 先從兌換優先順序來說 現在畫面上這張圖是我自己做的表格 強度是照我個人的感覺 是到公主優衣為止的角色強度 迷宮女王金的話因為才剛出 評價不是很穩定 明天會先做一個初步的介紹 而到底多強還是要再多觀察一陣子 接著就進入正題 來看公主祭典池的角色吧 首先是公主可可蘿 這個昨天介紹過了 除了競技場防守比較沒什麼用之外 其他場合都非常強 是目前公主祭典池裡第一優先推薦的 第二個角色是毛依未 前衛物理純輸出角色 毛依未現在就沒什麼用 表現普普 要等出專武才會重回人權 有的專武的毛依未在競技場進攻 戰隊戰地下城 推圖活動露娜塔都有蠻不錯的表現 尤其是戰隊戰跟地下城 有了專武以後的毛依未是最強的物理角色 不管是單體攻擊還是範圍攻擊都是 會有大量的上場機會 而毛依未專武的時裝日期 日版是跟公主優衣池同時 所以現在還沒有毛依未 又有要抽公主優衣的話 可以先不用優先換出來 等公主優衣池再說就好啦 第三個角色是克里斯提娜 也就是克總 前衛物理破房間輸出角色 主要是戰隊戰用的比較多 競技場用的人應該是比較少 克總雖然會無敵 但本身體質比較軟 只要對面有一次UB 沒有用無敵擋到 通常就直接被秒了 所以在競技場使用上會比較困難一點 而在推圖活動跟露娜塔方面 克總的表現也是非常不錯 第四個角色 公主佩可 披著坦克皮的前衛輸出角色 就是一個很硬的輸出角色 主要是用在競技場進攻跟防守 是還蠻好用的啦 但不到非常重要的地步 沒有到非有不可的程度 而戰隊戰方面偶爾也會上場 上個月算是例外吧 有兩次玩會用到 正常來說公主佩可的上場機會不是很多 不過如果要出AUTO刀的話還蠻好用的 第二個角色 公主優衣 後衛法系範圍輸出角色 公主優衣比較偏向競技場角色 由於強大的火力跟可以自補TP來UB炸人 在競技場進攻跟防守都是非常不錯的角色 只是定位跟六星初音有一點重疊 稍微有點尷尬 在戰隊戰多目標王的話有上場機會 但單目標王就沒有他的事情啦 第六個角色 四四花 後衛法系破防兼輸出角色 在戰隊戰的表現不錯 不過之後戰隊戰三刀比較偏向 兩無隊一法隊 所以登場次數有點下降 而在競技場進攻也是不錯的角色 防守就沒什麼用了 在推圖活動跟露娜塔的部分 也是法系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啦 以上排一下公主祭典池的優先順序 第一優先 公主可可蘿 第二優先是專武後的毛衣衛 跟專武克總還有四字花這三位 第三優先才是公主佩可跟公主優衣這兩個 接下來說公主可可蘿見不見意蹲到公主優衣池 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是蹲了要等多久 時間表示怎麼樣 第二個是蹲了再抽會不會比較省鑽石 先從第一個問題開始看吧 日版公主可可蘿是5月31號實裝的 公主優衣池是6月30號實裝的 而迷宮女王金是8月31號實裝的 單純從日版來看的話 公主可可蘿池跟公主優衣池的間隔只有一個月是非常短 但台版因為卡池魔改的關係 偶像大師池到現在還沒有出 然後公告又說IP合作 積極洽談中 所以到底有還是沒有是不太確定的 這次有可能會影響到公主可可蘿池跟公主優衣池的間隔 如果這個月或下個月出偶像大師池 那公主可可蘿池跟公主優衣池的間隔有可能會被拉長到兩個月 這個是蹲公主可可蘿池的風險 接著說一起抽會不會比較省鑽石 那我這邊直接略過計算過程 直接講結論 如果是公主優衣池要兩隻一起帶回家的 300抽抽到其中一隻 換出另外一隻的機率高達93% 只有7%的機率只能選一隻 有比較高的機率可以避開 兩隻加起來抽超過300抽 甚至抽到600抽的風險 對於鑽石不夠保出兩隻又都非常想要的玩家是可以考慮的選項 好啦 最後下個結論 由於公主可可蘿本身非常重要 如果要蹲到公主優衣池又有可能會需要蹲兩月的風險 我個人是不太建議蹲公主可可蘿 鑽石真的不夠想省一點的話 我是比較建議蹲公主優衣啦 蹲到迷宮女王金池再一起抽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這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